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25号宣布 他们正随时待命 已做好准备在黄岩岛地区部署巡逻船 菲律宾每日问津者报报道称 如果巡逻船到达黄岩岛 将与中国首次航母辽宁舰面对任 分析人士认为 这是飞方急于为其在黄岩岛海域再挑事端寻找理由 我觉得他去不去黄岩岛跟航母起降什么这些 没有什么联系 他主要是觉得他从今天4月份那一轮之后 等于是中国把黄岩岛守住了 然后由于台风什么的 他的船待不住他走了 走了以后他现在觉得如果他不再回来的话 好像他谈判中他就少了一个筹码了 所以他要体现存在 他要回来 10月28号消息 中国国家海洋局计划使用无人机 对钓鱼岛黄岩岛 以及我西沙中沙南沙群岛附近海域进行监测 菲律宾国防部也随即放言 如果中国无人机进入菲律宾领空 非可能会击落中国无人机 北军方此番言论挑衅意味失足 话音未落 菲律宾第二天再放消息 菲律宾外长德尔罗萨里奥 29号再次要求中国船只必须撤出黄岩岛 这次菲律宾做出这样的表态 令黄岩岛问题有二度升温的可能性 中国外交部此前多次声明 黄岩岛是中国领导 中国公务船一直保持对黄岩岛海域的管辖和警戒 10月初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宣布 将以9000万欧元向法国订柱五艘巡逻艇 以加强在沿海和南中国海主权争议海域的海法 日前菲律宾军方还宣布 菲律宾采过的18架全新战机将在未来两年内投入使用 与此同时 有韩国媒体报道 菲律宾空军未来两年内将引进韩国产12架TA50教练机 菲律宾此次接连就南海问题频频制造话题 有意在获取相关国家的支持 逼迫中国船只撤离黄岩岛 从而进一步扩大菲律宾自身在南海的利益 和菲律宾相比 在南海争端中 越南更擅长打组合拳 近日 俄罗斯总理梅德维基夫在越南访问期间向媒体透露 越方将允许俄军在金兰湾建立物资技术保障基地 媒体分析认为 如今俄罗斯经济复苏 有实力重返金兰湾 越南金兰湾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深水港之一 位于沟通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水路上 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价值 也一度是美国与俄罗斯战略争夺的焦点之一 菲律宾越南这些国家 为了能把局外的国家拉进来 给它站台 给它撑腰 它什么都能干 包括放弃一定的主权 比如说我这个金子基地给你 让你过来驻军 这个是有使用国家主权和领土统一的 所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有关国家 它确实已经到了几近疯狂的地方 出让了很多领土主权 这样一些大的原则性的利益 给有关国家 目的就是把局外大国拉进来 日前菲律宾外长对外宣布 菲方将于近期主办 由菲律宾 越南 文莱 马来西亚等四个南海生所国 参加的会议 讨论如何推进南海问题的 多边解决方案 声称菲律宾不接受以双边方式 解决南海问题 要求尽快启动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动机 据我来看 这就是菲律宾想牵头 想抱团 先在他们之间达成一致 把中国排除在外 或者是另一个目的 就是他们达成一致 再共同的来跟中国谈 总而言之 就是他要协调他们的那种 因为实际上在南海争端 不光是中国跟这些国家有争端 实际上是这些国家之间 互相都有争端 那么现在他们是想抱团 把他们的争端 想内部先通过磋商 内部先对话 能不能在他们自己内部达成一致 先在他们自己内部各自争议 然后共同对中国 其实目的就是这个 谈到南海领土问题的争议 不光是从我国历史和法理资料中 有无数的记载 就是菲律宾 越南这些南海声索国 他们自己国家的历史文献 也有很清楚的记录 所有历史和法理的事实 都能证明 南海诸岛主权 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 而且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以前 南海周边 没有一个国家 曾对中国的主权提出过意义 1968年 南海海域发现了油气储量 超过全球储量的12%以后 一些国家 趁机向南海诸岛扩张的热情 高涨起来 抢占无人岛行为 也愈演愈烈 1971年 菲律宾政府派兵占领了中叶岛 目前 菲律宾一共侵占了9个南沙岛礁 并在其抢占的岛礁上 修建军用飞机跑道 1975年4月 随着越南统一战争接近尾声 越南北方海军迅速侵占南沙 1977年 马来西亚在南部海区 进行考察和钻探活动 并先后在南沙的岛礁上 树立主权碑 并建设成观光旅游点 将在南沙礁上修筑飞机跑道 1984年2月23号 文莱通过立法宣布 实行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制度 分割南沙海域几千平方公里 1999年开始 越南 菲律宾 马来西亚等国 展开了对南海资源新一轮的抢夺 特别是越南在2001年 加速向被其占领的岛礁上移民 增加建设永久性军事和民用设施 因为它当时 有关各方的进乡在南海 无人岛礁上建这个高脚屋 建这个人工建筑 这么一股浪潮 等于当时有了一个宗旨 如果当时有关各方都这样去 就很容易发生冲突 东南亚那么多国家 就是深所国这么多 然后地理上离他们又比较近 然后如果不有一个刹车的话 那么这样的话 实际上越南利用它的便利 已经占了差不多有30个岛礁 1992年7月 在菲律宾召开的第25届 东盟外长会议上 东盟首次就南海问题进行了讨论 并专门发表宣言 建议有关各方 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原则为基础 制定南中国海国际行为准则 2001年8月 中国与东盟各国 就南海行为准则基本框架 和大部分内容达成一致 但菲律宾主张准则适用于整个南海地区 越南认为准则范围 应该包括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 而马来西亚坚持只适用于南沙群岛 使谈判限于停止 2002年 菲律宾分别说服马来西亚和越南 三方达成非正式妥协 2002年7月 东盟国家决定先制定各方立场宣言 而不是行为准则 2002年11月4号 中国与东盟各成员国政府 分别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2002年签的宣言 不是中国和东盟的宣言 是中国和东盟各成员国 和十个成员国分别签的 就等于中国算一个 越南算一个 马来西亚算一个 菲律宾算一个 是这样平等 11个国家之间签的一个宣言 这个是本质上一定要搞清楚的 不是中国与东盟的宣言 是中国与东盟成员国的宣言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共十条内容 就处理南海问题的基本准则 信任及合作机制的建立 对各国依国际法 在南海地区航行和飞越自由的尊重 以和平方式解决领土和管辖权争议 保持自我克制 鼓励他国尊重宣言的原则 最终促成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等方面 作出了规定 行为宣言 它是一个政治性的宣言 大家有一个政治意愿的表示 它不是一个法律的文件 它不具备法律的拘束力 但是它是一个政治意愿的表示 那么这个行为宣言 这个达成了之后呢 应该说就是把这个就是东盟这些 在南沙东盟的一些伸索国 东南亚这些伸索国 在南沙这地区的这个 抢建无人岛礁的这个风头呢 应该说还是一个制约 当然中方们也采取一个克制的态度 从那以后呢 就没有在这些岛上见 大家都不见 所以呢就是对这个南海局势的 这样一个缓和 还是起到了作用 那么使这个东南亚 中国这个地区呢 这十年经济成为发展非常快的一个 它创造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发展的环境 2002年宣言签署以后 政治美国深陷阿富汗战争 后来又因为入侵伊拉克而焦头烂博 而中国与东盟扩大互利合作 促进共互发展 促进和平稳定关系 迎来了一个将近十年的发展机遇期 2002年10月4号 就在中国与东盟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当初 又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正式启动 2010年1月1号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建立 2011年 中国与东盟贸易额已达到3629亿名 而在2002年双边贸易额仅为500亿名 中国是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 中盟也首次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 汇集中国及东盟的19亿人口 过去十年的情况表明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犹如南海问题的安全法 只要相关各方严格遵循 就可保持南海局势总体稳定 并为拓展各领域合作创造条件 要求中国船只必须撤出黄岩岛 菲律宾南海再挑事端 出租金兰湾军港 力邀俄罗斯介入南海乱局 越南异域合体 飞越报团强推南海行为准够 平平在南海挑起事端的飞越 背后有着怎样的动机 南海宣言与准则 深度国际为您解析 作为一个大国 讲诚意守信用 一贯是我国处理外交事务的基本原则 由于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并没有对破坏宣言的行为 进行惩罚和制裁的条款 而是每一个签署国政府的庄严承诺 要以自己国家的名义做担保的文件 也可以说是一份君子协定 但现实的情况是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签署十年以来 中国遵守承诺 保持自我克制 不采取是争议复杂化 扩大化和影响和平与稳定的行动 然而 菲律宾越南等国 却不断叫嚣 中国破坏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那么我们来看看 十年以来 到底是谁破坏了宣言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签订以后 一些南海生索国 虽然没有进一步在南海抢占新的岛礁 但是小动作仍然不断 宣言签署还不到半年 2003年4月 越南就举行了所谓 解放南沙28周年纪念大会 越南国会代表团 及国防部代表团等 前后对越战南沙岛礁进行了视察 同样是2003年4月 菲律宾在中叶岛举行了 设立卡拉岩市25周年纪念活动 出动海军舰船运送地方官员 参加了此次活动 2003年5月 马来西亚在淡丸礁附近海域 举行了拉布安国际海上挑战 娱乐竞技活动 批准27艘钓鱼船和一艘游艇 在渔亚暗沙经营旅游休闲项目 他们进一步强化非法侵战的岛礁 变为自己领土主权的事实 他们看见中国发展势头很强 知道手里头撞的是中国的非法抢来的岛礁 你中国发展市场说到这么强 用不了多久 你就很厉害 你会抢回去 所以呢就担心这个 所以呢要弄一个共同的 国际社会都看得见的 把这些字写下来 我们承认现状 我已经占了的 中国不能拿回去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明确承诺 在争议解决之前 各方承诺保持克制 不采取是争议复杂化和扩大化的行动 而一些国家 却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有关大陆架和200海里 专属经济区的条款为借口 竟相突破国国南海主权 他们分别提交南海200海里 大陆架化解案 直接走进中国南海的断续国界线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周边国家来说 跟中国都是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 那么根据这个公约 我们享有的权利是平等的 这是一方面 但同时在这个公约之上 有一个更大的法律 叫国际法 海洋法公约只是国际法里面的一小部分 因为国际法里面 关于领土取得有很多的规则 其中最重要的叫领土取得规则 就是说谁最先发现 谁最先管理开发利用 谁进行有效管辖 这个领土就是谁的 那么你去找谁最先发现 肯定是中国最先 中国白子黑子很多史料记载 那么周边国家拿不出这种历史证据来证明说 我比你先发现的 我比你先开发的 他拿不出这种证据 所以周边就要去干什么呢 就说了 别给我谈历史 我们现在谈公约 谈海洋法公约 其实这里面干了什么事 偷放概念 拿一个不相干的东西 说我们来谈这个 你那些都不要了 因为对他们都不利 2009年2月 菲律宾参入两院 通过了菲律宾领海基线法案 将中国的南沙部分岛礁和黄岩岛 划入菲律宾领土 中国外交部随即发表声明指出 黄岩岛和南沙群岛是中国领土 任何其他国家提出主权要求 都属非法无效 越南还与马来西亚制定了 关于南海西南部 外大陆下联合化解案 更是直接侵犯了 我国西沙和南沙的 岛礁主权和大陆家权益 这些国家除了对南海 扩张主权要求以外 对南海有起资源的渴望 更是他们致主权争议而不顾 把与中国共同开发 抛在了一边 过去我们没有在这个争议区 就是跟他们的争议的地方 去进行这样的开采 多次提出来大家就是共同开发 其实中国越南菲律宾 曾经就海洋地震勘探 进行这个含有构造的寻找 达成过协议 就是准备进行这个合作来开采 已经迈出了一步 然后后来呢 由于中国原因 它没有落到实处 然而越南已经划定185个区块 与50多个外国石油公司 签订石油勘探和开发合同 很大一部分区块 属我国的西沙南沙海域 马来西亚近年来 也划出多个深海油脊区块 进行招标 有13个区块的油脊勘探和开采合同 完全或部分进入我国南海海域 在文莱 该国与翘白公司合资建设的海上石油平台 就超过240座 目前 菲律宾正在招标的15个油脊区块 有3个深入我南沙海域 中国一贯主张隔着争议共同开发 但这些国家 却把中国排除在外 他们加紧对外国公司招标 进行勘探开发 成为把南海问题国际化的又一个手段 以越南为例 到上世纪80年代末 还是能源进口国 目前依靠南海资源 已成为能源输出国 2010年 越南国家油气集团 计划开采油气 已超过2000万吨油当量 其中 举估算有800万吨来自南海海域 越南把整个南海 都化为它的对外招标区 化了200多个 公布了 全世界的游戏公司可以继续合作 可以开发 没有国际社会去问它 没有美国人去问它 法律依据在哪里 你有什么国际法依据 联合国公寓里 哪一条 你根据哪一条 能把整个南海都作为你的大陆家 2012年6月21号 越南国会通过越南海洋法 该法将中国的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 包含在所谓越南主权和管辖范围内 公然违背了南海各方 行为宣言的原则与精神 我国外交部副部长张志军 当天召见越南驻华大使软文实事指出 越南辞举严重侵犯中国的领土主权 中方对此表示强烈抗议和坚决反对 越方采取使问题复杂化 扩大化的单方面行动 违背了两国领导人共识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精神 不利于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 越方上述做法是非法和无效的 中方将坚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 中方要求越方立即停止 并纠正一切错误作法 这个法呢就是相当于海洋的宪法 那么它这个法呢是一个很全面的法 先说领土是哪些范围 是它的在海洋的海岛 是它的领土 接着说根据海洋法公约 它享有哪些权利 然后呢接着说它国内管理体制上怎么配套 它的执法体制怎么配套 所以它这个法呢是一个特色就是 既是宣言性质宪法性质 又是这种可操作可落实的 这样比较细的一部法 因为它是它的国内法 原则上我们不会去关心去干涉别人的国内立法 但为什么这件事情中国要关切 而且要反对的是 它国内法里把我的领土写进去 把中国的西沙群岛 把中国的南沙群岛 都写为了是越南的领土 所以这个越南海洋法的话 就严重地侵犯我们的领土主权 所以中国表示强烈反对 表示抗议 2012年7月13号 已有45年历史的东盟 经历了最为尴尬的一天 首次在没有发表联合公报的情况下 结束外表会议 东盟所说的阻挠者正是菲律宾和越南 这两个国家坚持在联合公报中 明确写入南海纠纷 遭到主席国柬埔寨坚决拒绝 这是一场预料之中的遭遇战 早在会前 菲律宾和越南两国就憋足了劲 要借此机会力推南海行为准则 这两个国家 即以推出的所谓南海行为准则 背后的用意是极致 他们希望以东盟集团的名义 对中国施压 把非法抢占来的中国领土 用条约的形式得到法律保障 如果按他们现在起草的这个条款去看 和他们在推的这个内容去看的话 一是巩固现有的非法占了 抢了中国那些利益 抢占了岛礁 非法的已经打了那些油井 都变成合法化了 中国一口井没有 周边国家多少井照样在开着 几十口几百口井开着 这是一个现状 中国就不能再去开了 岛礁也一样 周边国家你占了我这么多岛礁 那么就变成了几成事实 中国就等于默认了 同意了 你已经站着了 那这里面就有国际法后果了 我现在同意你站着 那我听话还收不收回啊 意味着我不能收回了 难道说你中国你同意了 你当时承认这个现状 现状就是我了 那你就说一个 现有的非法的这些利益 它会被巩固 变合法化 及时的把非法变合法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将来再有争端的时候 就变成了一个地区性争端 就变成整个东盟对付国 中国就不是说 跟你当各国家的问题 本来是当各国家的问题 性质被他们变成了 多边的问题 对此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 胡莹 近日在接受 新加坡媒体采访时 重申一对一谈判 解决南海争端的立场 他表示 中国同意 与东盟一同制定 南海行为准则 是应该努力的目标 但是中方坚持 必须保证东盟有关成员 都切实遵守 2002年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这是进行下一步 商讨行为准则的基础 这个行为准则大家都需要 但是中国认为 就是这个准则 既然是咱们大家的行为准则 那就应该咱们大家 坐在一块来商量 最近应该怎么样 来确定这个行为准则 而最近越南这样一些国家 他们是希望是 他们先坐在一块 他们先拿出一个东西来 最大限度满足他们的利益 然后再来和中国来进行谈判 那么这样就是把东盟变成一方 把中国变成一方 那么就中国来说 这问题不是中国和东盟之间的问题 东盟不是一个国家 东盟没有权利来阻伤 临海呀 专服经济区呀 或者领土岛屿主权 要求中国船只必须撤出黄岩岛 菲律宾南海再挑事转 出租金兰湾军长 力邀俄罗斯介入南海乱军 越南异域和谷 飞越报团强随南海行为准则 平均在南海挑起事专的飞越 背后有着怎样的动机 南海宣言与准则 深度足迹为您解析 自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签署以来 中国一直在恪守行为宣言的有关规定 并对南海行为准则持开放态度 进入2012年以来 中国与东盟国家举行了两次 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高官会 在朝着制定南海行为准则的方向努力 也使得因黄云岛对峙事件 再起波澜的南海问题 渐趋平静 然而 菲律宾越南等国 却一直力图使南海争端 多边化复杂化 不管是今年4月的黄云岛事件 还是南海行为准则的制定问题 背后 一直都闪现着一些大国的身影 2010年7月 东盟外展会议在河内举行 越南利用担任轮值主席国之机 邀请美国国务卿克林顿参会 发表了介入南海的强硬讲话 南海的航行自由和南海问题上 对国际法的尊重 事关美国的国家利益 南海海域每年有4.1万艘以上船只通过 世界上有一半以上的商船队和超级游轮航经改海 仅时由运输量一下 南海是苏伊士越河的三倍多 是巴拿马越河的五倍多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明确规定 各方重申尊重并承诺 包括1982年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 公认的国际法原则所规定的 在南海的航行及飞越自由 尽管美国以维护海上自由航行为借口 在事实上 每年都有装载的全球三分之一的海上交易货物 安全穿越大部分位于南海的马六甲海峡 所以美国提出的维护南海地区公海航行自由的借口 是站不住脚的 南海为何事关美国的国家利益 作为控制亚太的力量 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基地成为三线配置 分别是 最外线以夏威夷为中心 中线以关岛为中心 包括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基地 内线则是从日本 韩国 新加坡 直至狄哥加西亚岛基地 但这条锁链在东南亚出现明显断裂 只有规模较小的新加坡张义基地 可以看出 南海是美国在亚洲 遏制新兴大国崛起的战略利益的重要一环 你既然在这里有重大利益的话 你怎么能当调停人呢 所以美国他自己在南海很多说法是自相矛盾的 因为他根本就是不在理 所以他自己前后会露马脚 自己前后能够说不到一块 那么就算说他的理由是 我在南海有利益 因此我要介入南海事务 我要深深地介入 那这个理由成立吗 按我来看就是不成立 进入21世纪 随着亚太在全球的崛起 军事重返东南亚成为美国的破解需求 而菲律宾和越南等国 引进外来势力平衡本地区力量的做法 正好与美国的需求实现了利益对接 重返亚太也好 这个转向亚太也好 或者亚太再平衡战略也好 它的核心点就是增强它的亚太的 对亚太地区的美国的这种掌控的能力 那么它其实它要掌控能力 它需要有支点 它的支点当然就是这样一些 就是最需要它的国家 而哪些国家最需要它呢 那就是自己有各种各样的 就是说诉求 而这个诉求如果缺乏了美国的话 可能是达不到目的 这样的重返地形式的一种共同点 对于高调重返亚太的美国来说 要想重新整合配置资源 南海无疑是牵制各方的首选抓手 而美国在南海的外交战略 很快发挥了作用 2011年11月 美国在被逐出太平洋最大海军基地 菲律宾苏比克湾20年后 有高调重返菲律宾 11月16号 访问菲律宾的美国国务卿 希拉里·克林顿 与盟友共同签署马尼拉宣言 充分表达了要在南海同仇敌开的决心 在非国改善防卫疆域和封锁能力之际 美国将提供海洋事务上的支持 实际上 美国已经开始在南海有所动作 继中国成立三峡市 美国表示高度担忧之后 8月3号 美国国务院代理副发言人 本特瑞尔 就中国南海问题发表声明 指责中国加剧南海地区紧张局势 4日 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张坤生 紧急召见美国驻华使馆临时代办王小民 指出这一声明 罔顾事实 混淆是非 发出了严重的错误信号 无助于有关各方维护南海 乃至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努力 同日 外交部发言人秦刚 也就美国国务院发表所谓南海问题声明 阐明中方严正立场 不仅如此 美国在外交方面也积极拉拢亚太国家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从7月6号开始 在13天内 旋风式访问了日本 越南 老挝 柬埔寨等9个国家 在与越南外交部长范平明会晤时 希拉里对越南通过合作和外交手段 缓解南海紧张局势表现在场 并表示将督促各方 加快制定南海行为准则 因为美国是从2010年明确宣布 就在东盟的会议上 明确宣布重返亚太 就对这个立场告诉周边国家了 我在这 你不要怕 可以依靠我 所以周边国家 越南啊 菲律宾啊 就开始跳得很高 这里做点动作 那里做点动作 想来反正有美国帮我撑腰 而且美国也需要就是造声势 让国际社会看起来说 哎呀南海局势很紧张 8月14号 美国再次敦促东盟和中国 尽快制定南海行为准则 并声称不应在南海 采取分而置之的战略 9月3号 西拉里访问印度尼西亚时 表示中国及其东南亚邻国 迫切需要在未来数月 推动制定一项行为准则 以帮助化解南中国海争议 将南海行为准则的时间 限定在11月 美国非常积极 非常积极 他最近几次公开的 他的高官公开表态的 要尽快 中国跟东盟要签出 这个行为准则来 他比C都着急 然后呢 他自己不签海洋法公约 到现在为止 美国不批准海洋法公约 然后呢 告诉所有的周边国家 你们要依照海洋法公约 这不是很可笑的事情吗 你有什么权利 什么资格 你自己不批准 叫别人要照着这个来做 而西拉里这一番 有关南海问题的言论 很快引起了菲律宾的亢奋 西拉里提出 和平解决争端 以及在过渡期 设立行为准则 正是菲律宾政府 所寻求实现的目标 美国的很简单 全世界的一切一切 以美国利益为重要 至于你们的利益 那是可以被牺牲的 一旦跟美国利益 有冲突的时候 毫不犹豫就牺牲你们的利益 这是美国一贯做法 所以说我们也提醒 南海周边国家 就算有争端国家 和东盟 其他跟我们没有争端的国家 我们也提醒 不要被美国利用 美国介入进来 是为了它的利益 对南海伺机而动的 还有日本 它则筹划战后最大的 下南洋行动 菲律宾是首选桥头堡 2011年年底 菲律宾国家土地局 公布海外各国 对非直接投资数据 日本对非直接投资 占三分之一 远超他国 2012年1月30号 日本海上保安厅飞机 威力菲律宾 声称要加强与 非海岸警卫队 合作打击海盗能力 并就南海安全交换事业 一年来 日本在南海问题上 接连打出连环牌 越南总理访日 菲律宾总统访日 日本与新加坡 磋商海洋政策 为此 日非两国都希望 尽早制定一个 具有法律约束力的 南海行为主则 此后 双方将两国关系 定为为战略伙伴关系 日本一直是美国在亚洲地区的最坚定的盟友 所以呢 美国要介入 一定会告诉日本 而且日本一定会很积极的当先锋队 帮助美国 介入 这是一个关系 另一个角度 日本跟中国在东海有争争 我到南海去放八博 你中国会忙着去那边救我 你东海可能就会顾不过来 你的经历就会被分散 所以对日本来说 深冬机器也很好用 所以说呢 也符合他在东海的利益 因为日本跟中国有这样一些疑似的问题 比如说钓鱼岛问题 现在形势还比较紧张 所以呢 凡是能够制约中国的 他当然他利用了这样的力量 如果是东南亚方面 这些国家 跟中国在导义问题上 形势比较激化 那当然就日本来说呢 对他是一种侧疑 所以呢 他鼓动这些国家跟中国继续作对 实际上是减轻他自己 在钓鱼岛问题上 他受到中国的压力 分散中国的经历 在舆论上 他可以造成一个效应 就是说 你看中国跟那么多国家 都有导义争议 我日本不是不亦无二的 所以呢 就证明好像 使中国没有大理 他无非想造成的迷路 宣传下意 在刚刚结束的东盟系列峰会上 东盟成员国希望与中方 尽快启动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在会上提出 东盟与中国要在制定 具有约束力准则方面取得进展 这不免让人感觉 准则似乎是灵丹妙药 只要有了准则 南海问题就可迎刃而解 东亚从此就太平无事了 然而实际情况远非如此 东盟一些外长也提到说 是不是我们可以进 开始进入南海行为准则的讨论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 中方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愿意给予认真的考虑 我们也期待在条件成熟的时候 我们其实中国方面跟东盟方面 能够进入这样一个讨论 从中国来说 中国其实对准则是一个开放的态度 中国提倡的搁置争议 前面还有句话 主权在我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这是一个完整的整体 就是总权中国绝对不会放的 中国就是 这就是中国的 但是大家看法不一样 你认为那是你的 我认为这是我的 那么大家的看法上 就不同这就形成了争议 那么这个争议如果一时解决不了 中国说我们可以先共同开发 搁置争议 搁置争议不是搁置主权 所以在这样的问题上 他们就是东南亚这些深所国 他当然他希望 把他的东西尽可能先固化下来 但是单方面 他怎么可能把这固化下来呢 四个月后 菲律宾总统阿金洛三世 在10月19号召开的东盟日本峰会上 再次上演戏剧性一幕 突然举手打断 坚宝在首相红森的总结陈词 公开否认一天前传出的 东盟不将南海问题国际化的故事 令国际媒体一片华人 但东盟事故中不少国家不甘心被菲律宾绑下 菲律宾媒体曝光说 东盟轮值主席国检火站与菲律宾发生激烈轮值 由于不少国家反对 最终菲律宾外长力推的南海准则收索 就连其他南海声索国都没有在会上 公开支持菲律宾的炒作 东盟其实非声索国里边 一直就不愿意被卷进南沙这个分歧里边来 他们觉得跟中国发展合作挺好 然后中国跟东盟的关系非常的丰富 非常的立体 领域非常的多 范围非常广 层次也非常深 但是部分东盟的国家和中国 在临海这些岛屿的主权上 它承担一些争议 专属进去区可能有一些重叠的 这些需要谈判来解决 要谈判 就是你们就跟中国做起来谈 你们不要把我们整个东盟 把我们跟中国在这问题上 没有争议的国家一定要卷到里边去 所以这是东盟内部的问题之所在 二十年来 中国与东盟坚持目的友好 坚持互利共鸣 共同创造了经济发展的东亚奇迹 2010年中国东盟自贸区全面建成 中国已成为东盟一大贸易伙伴 2011年4月以来 东盟超过日本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 东盟国家呢 它也采取了一个二元的外交 我也这样认为的 一个二元的外交 那么经济上 依靠中国 对吧 大家知道去年我们跟东盟的贸易额达到了 3690个亿 那么按照温总理的计划 2015年我们可以达到5000亿 这么大一个块 确实这个中国跟东盟这个经济发展 谁都离不开谁 东盟十国的话 都是把中国当最大的贸易伙伴 包括菲律宾尽管在这个南沙跳得很高 但是呢 在经贸领域里边 东盟这十个国家 对中国的依赖绝对是 任何国家都不能比的 面对中国与东盟的一些成员国之间 存在的一些问题和争议 东盟秘书处政治与安全事务前主管 蔡林帕拉努帕表示 东盟拒绝代表少数国家 不会在双边争议上选边 整个东盟应该说 绝大多数国家是理智的 是清醒的 不会被菲律宾所利用 这种利用也就是一时半会 一时一时可能被你利用 但是残缘来看 所有国家都会冷静下来想 整个东盟因为菲律宾跟中国有争端 整个东盟都介入 都站到菲律宾一边跟中国来作对 这符合谁的利益 符合菲律宾的利益 那你其他东盟国家都愿意 牺牲自己的利益 去维护菲律宾的利益 可能吗 对啊 这是不可能的吗 中国对南海菲律宾及其附近海域 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历史证据已经充分证明 二战后 当中国在南海勘界化解之时 南海周边有关国家尚未独立建国 今年是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签署十周年 该宣言明确规定 由有关主权国家 直接通过友好协商和谈判 以和平方式解决领土和管辖权争议 同时承诺 不采取行动使争议复杂化和扩大化 媒体分析认为 以林为赫 斜阳搅局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柬埔寨和平与合作研究所执行理事 常万纳瑞斯认为 所有冲突都是由误解和误判所引起的 因此 有必要寻找到一个合适的 令人舒服的有效机制 落实宣言的进展虽然缓慢 但它是建立相关国家信任和信息的重要保障 他认为 搜索国未能维护好南海的平静 这就给美国等其他区域力量介入的机会 南海问题因此也变得复杂而危险 越南也许明白这个道理 它在拉美国的同时 也不想轻易跟中国闹翻 而菲律宾的阿基诺是在美国长大的 对美国存在依赖心理 他认为 美国会为菲律宾火中取利 面对一个崛起的中国 他们都希望把美国拉进来 以平衡中国的力量 但是 小国在与大国之间玩平衡游戏的时候 从来都是危险的 没关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